大家好,延續之前的小鼓切分節奏 今天要來講大鼓切分的節奏 這個概念很簡單,因為把之前小鼓切分的位置改成大鼓就可以了 但是在練習之前,我要先說明一個點 就是在兩隻手在運作切分音的時候 右手通常打在Hi-Hat或Right 左手切分在小鼓的時候,這個動作是非常容易的 因為兩隻手已經很習慣交替運作 所以當你的手穩定的揮動在八分音符的時候 你只要以這種交替的概念 右下左上,右上左下,就很容易找到切分音的位置 但是現在用大鼓來踩切分音的時候 當你右手穩定的揮動 你的腳卻不一定能夠跟左手一樣 跟右手採取這種一上一下交替的方式 因為腳在踩一下大鼓的這個動作 跟左手揮一下鼓棒的動作是完全不一樣的 也因此,你的手在揮動的這個動作 跟腳在踩大鼓的動作 並不是以一個一上一下交替的方式去進行的 現在來做練習 第一個大鼓的切分音 就切在第一拍的第二點 我現在要示範大鼓的切分音節奏 大鼓先踩在第一拍的第二點 它就是1,E,N,R的E 1,E,N,R 2,E,N,R 3,E,N,R 4 來 現在要切在第一拍的第四點 現在試試看大鼓踩在第一拍的第四點 1,E,N,R 2,E,N,R 3,E,N,R 4,E,N 要切在第二拍的第二點 現在大鼓要切在第二拍的第二點 1,E,N,R 2,E,N,R 3,N,R 4 現在要切在第二拍的第四點 現在大鼓切在第二拍的第四點 1,E,N,R 2,E,N,R 3,N,R 4,N 第一拍的切分的四個時間點 其實可以對應到第三四拍的這四個時間點 例如切第一拍的第二點 等於切第三拍的第二點 切第一拍的第四點 等於切第三拍的第四點 請各位自己去對照練習 可以做變化 之後會有一些小鼓切分跟大鼓切分的例句 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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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